说前两天在贵阳的一个公园里 一只小猴子不知道怎么搞的 把这头卡在了树叉上 真的是进退两难 动弹不得 这场面给旁边的猴妈妈给急够呛 想要把这小猴给硬拔出来 结果反而把小猴疼得是吱哇乱叫 最后还是小猴子自己把头给拔出来了 这才化险为夷 因为这个猴子它是野生猴子 是在一个公园到处乱跑的 我们不可能专门有工作人员 可以盯到这些猴子 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上上下午 都会定吃定点的 拿馒头给这些猴猴煮吃 猴猴会种植我们动物院的工作人员 晓得装饰后在哪个位置以后 会有人过去救 这猴妈妈看起来真的是好用力 果然是亲妈呀 小猴子的脑瓜子估计被夹得也是嗡嗡的 这小猴事后也深刻反省自我了 卡头都怪我淘气 感谢大猴来助力 花贤还得靠自己 下回安全得牢记 好来